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呢 是一个裙子合计 就是我说过 很多次指出最后一次的裙子合计 今年呢 我不是指出这一期 我今年要出好多些裙子合计 可能是因为一起的关系吧 就是觉得生活呀 或者是说工作上面 包括像我平时穿道具 就是都可以去尝试一些 所以我今天的裙子风格 也都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裙子分享 这一件是一个果绿色的连衣裙 像这种带一点黄掉的驴 它是非常显白的 我自己穿的 也会觉得心情非常好 不仅心情好了 人也更显白了 它的拉链是从后面拉的 胸口这里是做这种抽绳的设计 就可以把它抽得更紧一点 它的领子是大方领的 就是跟我今天这一件会比较像 它的袖子是这种半袖 像它这一件是没有做松紧的设计 然后它这个面料也是没有什么弹性的 所以在腰那块会比较合身一点 它这个面料是有一点凉感的 然后也比较轻敷 双上身的话也可以看到 它是这种比较垂一点的 这个袖子其实可以拉下来 当一字件穿 这一件是一个衬衫裙 它不是小碎花 它是那种很多线条的一个图案 它的颜色是那种姜黄色 加上这种白色 相比起碎花来说 它会更休闲一点 这一件里面我会穿一个牛带短裤 然后它这个长度刚好能盖住牛带短裤 所以它的这个长度 就是会显然会非常的长 它的版型不是那种紧身的 它是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型 所以穿让它会比较的休闲放松 它就是这种衬衫的一个棉质的面料 有一点点挺度在里面 它这个面料是属于比较透气的那种厚度 就不会特别厚 这一条是一个吊带裙 它是一个这种比较长的一个吊带裙 它的长度就刚好能到我脚踝那里 我自己平时很少穿这种吊带的裙子 它是这种比较弹性的面料 就是穿让身的话 不会有那种特别紧绷的感觉 但它是比较贴身的 它真的超级美 就也特别适合出去玩的时候穿 它的这个面料是特别垂的 就很有那种垂坠感 它里面还做一层这种肉色的内衬 所以是不会透的 我搭的就是一件这种短的一个开衫 它是做这种镂空的一个设计 是比较轻肤 然后摸起来比较软的那种针织 那还搭配一些吊带啊 或者是抹胸 就会比较的有安全感 这一套是一个半身裙 然后我当时第一眼看到 就是因为它这个黑白拼色 就是很特别 上面穿一个比较收腰一点的黑色衬衫 然后再搭这个就会显到又非常的细 这样一整套就是会比较大方 然后比较有气质 这条它的面料比较特别 就是它上面这个黑色跟这个白色 是同一种面料 就是偏比较挺阔 然后偏硬一点点的 它下摆这个拼接的白色呢 又是做那种棉布的 它下摆是做这种镂空的一个设计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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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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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